所以師尊 隕姬跟隕姬 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也不一定要講不要 不一定要講不要 因為我來到台灣雷藏寺 跟所有的弟子見面 這是沒有來 我回到隕姬的地方去隕姬 也是沒有去 你們從這裡了解 師尊本身的心 你們應該知道師尊本身的心 從這裡進入師尊本身的心 先請主壇上師連則金剛上師 敬獻哈達 以表最崇敬的敬意 公請根本傳承上師 法語開示 好 我今天 上山來的時候特別寫幾個字 那這幾個字呢 那這幾個字呢 有兩副 有兩副啊 要給這個 台灣的法官功德會 因為他在 籌建了這個 老人宴 老人宴 一副呢 一副呢 給台灣雷藏寺 給台灣雷藏寺的這一副 是叫做靜心 靜心 清淨的靜 心靈的心 我們今天要回到修行回到清淨的 馬哈雙蓮詞 你一定要盡心 就是把你的意念清淨 意念一清淨 他本身的口跟聲 多清淨 那兩副 給這個 台灣法官功德會 就是 那個字啊 是 無量功德 無量喜 修行有三個力量 我告訴大家 是我自己本身的體驗啊 我修行那麼多人的體驗 一個是定力 定 定力的定 一個是這個定力啊 就是禪定的力量 一個是肺力 什麼是智慧的力量 就是剝葉的力量 剝葉就是佛會 顯發了如來的智慧 顯發了如來的智慧 要定力 要匯力 另外第三個力量 就是功德力 功德力 功德力 功德力就是眾生守五戒十善 有善根 那麼 不能少上根 能往生清淨的佛國 這個就是功德力 這三種力量合一啊 就是修行 因為你可以把眼、耳、鼻、舌、身、翼、翼根 所有這些長久以來累積的一種習氣要消除 要需要這三種力量 聚在一起 你才能夠清淨 那麼從此以後呢 你因為有這三種力量 你這個佛性啊 進入阿羅漢的身 就叫阿羅漢 進入菩薩身 就叫菩薩 進入佛本身 就成為 清淨真儒的佛 今天講的都是 很重要的 那麼 因為這樣子呢 我就寫了字 叫無量功德 無量喜 就是說 你們幫 這個台灣的華光功德會 建老人宴 就是一種無量的功德 你將得到永遠無量的華喜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無量獸 這三個字叫無量獸 我希望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同門 人 人人都是無量獸 人人都是無量獸 就是阿彌陀佛 跟無量光佛 跟無量光佛 近光呢 就是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那麼 這個無量獸 就是阿彌陀佛的無量獸佛 今天很高興在這裡看到 各位同門 那麼各位同門也可以看看我 我記得我閉關的時候 是五十五歲吧 五十五還是五十六 五十六歲 那麼我出來的時候 今天已經是六十二歲 六十二歲 時光很迅速很快 像做一場夢一樣 眼睛一眨 他就是六十二了 那麼六十二歲 你們看師尊 我知道我已經老了 六十二了 你們不要給我看成說 師尊一定還是很年輕的 其實師尊已經六十二歲 六十幾了 人家講說 我看那個台灣的電視 他說有一個六姓老翁 在過馬路的時候不小心 被這個車子創造 六姓老翁 那我已經就是老翁了 希望我等一下這個進來 或者出去啊 或者去洗手間 大家不要從後面推我一下 我一跌倒啊 可能就回馬哈雙蓮池 也要注意一下刺激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今天人很多 人很多都是在這裡 大家遵守一下刺激 不要人擠人 因為人擠人有時候很可怕 本來是沒有什麼事的 人一擠人就發生了事情 你們沒有擠到別人發生事情 是擠到師尊就發生事情 所以那個報紙上 電視上登出來是說 六姓老翁盧盛燕 在台灣雷仗是被擊死 被種弟子擊死 哇 很難看啊 那是很丟臉的事情 這個師尊回到第一次回到 這麼多人的台灣雷仗士來 第一次剛回來就被擊死 哈哈